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景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 人家说赖清德上任 从520这一天开始 怎么就有浓浓的亡国感呢 因为我们看 这个又有抄袭出现了 我们昨天是在讲说 这个就职典礼的里面 也是抄袭 然后后来讲说 没有我们是致敬 现在连这个就职的猫狗 徽章也是抄袭 结果现在设计师坦诚说 这个是购入商业素材库之后 重新设计 那我们一般购入这种商业素材 我们是不是就直接用 通常就是我已经买了 那我就照人家用 结果我还要照人家的 这一个概念来抄袭 然后就变成了 你自己的作品 那人家感觉说 这次是赖不掉了吗 就马上就有脸书上面的粉砖在讲 那是不是也反映出来 就是赖清德未来四年 就像是蔡英文一样 在呼猫狗 可能更胜老百姓 那另外呢 这个赖清德在国宴致辞的全文 就讲说 接下来的这个新政府的一个方向 会处处安居 人人乐业 但是问题是真的有关心人民吗 因为人民感受不到啊 你虽然讲得好像 我们比方说我们要开放什么 两岸的什么之类的 都是空话 讲完之后 你也不知道何年何月 才会实现 那或者是说 来两岸之间的 这样子的一个什么 陆生来台 都是讲讲而已 都看不到实质的作为 那赖清德也是这样子 噼里啪啦讲了一堆 好像就是过去做得多不好 就是内涵了蔡英文 过去做得很差 还讲说什么行人地狱嘛 就是说 接下来要制定什么完整的规范啊 而且呢 还讲说要打击黑金枪毒跟诈骗 那不就是等于在最这个最蔡英文照嘛 但是赖清德 不要讲别的 你这四年你是担任副总统 你也不是路人甲 当苏正昌讲说 台湾是举世滔滔幸福之地的时候 你不说话 当蔡英文说 台湾经济是二十年来最好的时候 赖清德你还是不说话 所以你讲了那么多 你实则批评蔡英文 但是最终 大家看到的只是说 这个赖清德是不是 下召最急啊 就是你自己也是其中一员 你也脱不了罪的呀 那另外我们看看 像我们目前台湾的家户平均 贫富差距已经飙到了66.9倍 七成的家庭财富没有达到平均数 1638万 主计总处这样子的统计 我们这三十年来暴增到了66.9倍 是越过越差 而且在军中 甚至在军警方 军警都不断出现这样类似的一些 比方说这个自伤的事件 你看今天又有出现这样 今年第17期 这个陆军南侧中心的上市岛卧营区 被同袍发现 呈现重度昏迷 好像是从高处坠落导致的 这也是今年第17期 那女警呢 竟然因为缺钱而下海 到了半套店来兼差 那现在目前呢 已经是说 继了大过调离 这个处分调离了 还有法官帮诈团藏钱 这台北定检署的侦办律师 他担任了诈骗集团的军师案 这个郑鸿威 那揪出了 还有16位律师组了 这个通灵律师群组 仿佛卧底电影无间道的升级版 人家讲说 台湾是不是真的要亡国了 亡国感好浓啊 我们来问一下 胜丰哥怎么看 看了这一幕 你又想一想 前一阵子才在台湾博物馆 抄袭事件刚落幕 对 台北馆 这一个是非常清楚的 是抄袭 那问题是 翟仙你也好 李胜峰也好 陈慧文也好 大概没有资格 去取得这一个设计权 取得这个标案 所以不管是台博物馆的也好 或是这一次的就职的标案也好 请问那不是跟民进党 都极度相关的朋友吗 而他们的最大的特点 就是抄袭给你看 为什么敢抄袭 因为过去不晓得已经 多少次的抄袭 已经度过关了 现在都要致敬了 改辞了 而且养成习惯了 抄袭无所谓 因为反正我标案可以拿到 第二个 请各位 我下面讲的这几个事情 事物无关 你把它串联起来看看 抄袭是无所谓的 第二个 整个的诈骗集团里面 现在涉及的是什么 涉及了有律师 涉及了有检察官 涉及了有法官 涉及了有刑事警察局 退休的副局长 涉及了还有谁 还有是会计师 名会计事务所的会计师 换言之 这些本来是一个 台湾社会里面 来保持的一个 检察的一个制度纪 结果这个过力气 全部还要亮 全部 也就是说为了钱 为了钱 我的检察 我的律师 我的法官 我的检察官 我同学都不重要了 因为钱 是唯一的 他是不是诈骗集团 不重要 重要是钱在我的口袋里 是什么样子的政治环境 几年来 把台湾变成这样的风气 风时之后博 记忆要人心之首相 所以我又看到了 第三个 您这边没提到 那就是当立法院 炒成一团的时候 谁站出来来讲话 律师公会站出来讲话 律师公会变成燃黄 就是把自己就染色了 律师公会是公会 不是律师公会的理事长 用他个人的身份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律师公会表达 那我请问 律师公会有经过 李建市会议通过吗 那没有的话 自己就跳出来 把联制染成立的 然后完全把自己 作为一个司法人 应有的起码的条件 抛掉一边去 不是吗 好 再来看看 民进党的第一名 沈柏阳 他是以邪者的名义进去的 是要搞认知作战的专家 结果你看这几天 他是什么 他是穷著位置 然后所有的邪问 所有的邪力 所有的全部都可以丢一边 请各位不要忘记 当抄袭可以成为自然的时候 当首相拥有了维护社会 安全 治安 保障这个社会 基础的 过立机关的 这一些会计师也好 律师也好 警察也好 这些全部沦为 诈骗集团的同伙的时候 作为一个应该表态 自己一个律师的立场 而愿意让自己 成为颜色的一份子的时候 这个社会的价值 是完全崩溃的 所以不要来告诉我 什么人人安息处处乐意 好好的提倡 这个社会最需要的价值 是的 猫狗很重要 我好想好想看到我们的总统 来号召我们 孝顺父母不是更重要吗 好 来请教霍雲哥 这个宅宣我比较抱歉 因为昨天蔡总统 把他的两只爱猫 拿出来给大家拍照 蔡总统你有任养了 好几只这个收救犬 那你现在搬离官邸 那些狗狗怎么办 你当初是硬抢这些狗 硬去养 那你现在住回东方南路那边 蔡总统如果你没把他养的话 跟我联络好不好 我来处理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很奇怪 因为这个赖总统的旧职演说 这个可能要请李胜峰老师 来指导我一下 赖庆德说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台湾或台湾 都是我们国家的名称 所以我们现在有三个国号 可以叫中华民国 也可以叫中华民国台湾 也可以叫台湾 都是我们国家的名称 这个是总统可以讲的话 赖庆德一个国家 有三个名字这样正常 还是你不喜欢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台湾是过渡 你要把它变成台湾 那你变 好不好 你变看看 所以所有对赖清德 有幻想 有期待的人 其实看完他的就职演说 都可以行 我一直不是很理解说 国民党有一些县市长 甚至还有国民党的立委 跑去参加520的就职典礼 你们昨天也去了 我也不要再骂你们了 我跟大家讲说你看 这个赖总统的布局 这个非常好 这个是新的警政署长 张农兴 这个是赖清德在台南 赖清德在当台南市长的时候 他的人马 这个是新任的调查局局长 这个是新的廉政署的署长 这个最厉害 这是调查局的处长 我们调查局有三个副局长 一个主任秘书 15个处长 他只是处长的其中一个 观众朋友他为什么要把这个 这个在调查局里面办什么 他就专门办匪谍的 他就是专门办匪谍的 为什么赖清德要让他去跳声 跳过三个副局长 跳过主任秘书 让他当调查局长 为什么 匪谍这么重要吗 最近这几年来 包括匪谍我们都耳熟能详的 像侯汉廷 侯汉廷也是匪谍 向心也是匪谍 无罪 不 我也不晓得 都已经无罪 相信都回香港了 你也好了 这些布局告诉你什么 赖清德他完全依照 蔡总统控制剪警调的方式 他把你控制掉 他自己的人当警政署长 把这个人马安排在调查局 连政署都他的人 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后面这几年会怎样 今天你看到立法院炒成这样子 赖总统没在看电视吗 赖总统不晓得民进党在立法院 跟国民党全面开战吗 赖总统都有在看 赖主席也有在看 所以不要再期待赖清德会有什么 什么什么 没有 这个就是赖清德要的 这个朝野的关系跟未来这三年 不过翟轩我有句话想要告诉国民党 当赖清德希望跟你吵 希望跟你闹的时候 国民党应该做什么 跟他一起吵跟他一起闹吗 其实国民党可以再想一想 你在立法院每天跟民进党在玩那些 这样有没有 这样能够获得大家的支持吗 我是非常怀疑的 好 来 文家瑜 我觉得昨天赖清德的就职演说 大家可以看到是胸怀世界 要把台湾放到世界变成世界的台湾 把台湾的国家定位又再次的能够提升到 跟世界是一起做朋友 另外一个层次就是说 刚刚讲的能够团结国内的 不管是在野党等等 在意识的程序上能够遵循程序正义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 民主台湾的一个基础 另外就是说国家希望工程 尤其是特别提到年轻人的困境 不管是居住正义高房价等等的问题 这个我觉得也是赖清德总统就任之后 要努力去解决跟改善的 还有关于能源的问题等等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这整篇的演讲稿 是有兼顾到世界还有台湾 还有甚至大家所关心的 两岸关系的定位 我觉得这不管是讲到中华民国 或是中华民国台湾 或是台湾或是中华民国宪法 其实也都有带到 也能够让大家准够说 在这个演讲稿里面 能够针对大家所期待的 台湾的定位 或者是遵守中华民国宪法里面 跟中国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是两岸互不隶属 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定位 是能够在遵循宪法之下 能够清楚地表达 我觉得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 当然我们希望两岸能够和平交流 所以特别也提到 未来关于两岸的光光交流的开放 还有关于大陆学生在台湾等等的这些 就读的权利等等 也都是赖青的总统所释放的善意跟橄榄枝 大家也可以感受到说 其实赖青的总统就是努力的 不管是就台湾的政党的协调 或是跟中国对岸之间的和平 都能够在一个稳定的关系之下 持续的推进 未来其实我想两岸关系 不只是台湾要努力 中国这边也必须要释出一定的善意 双方才有和解才有和平的 赖青的喊了两国论要怎么善意 赖青的没有喊两国论 他是遵循着中华民国宪法 在中华民国宪法提示下 本来两岸就互不隶属 所以这个也是在宪法的架构之下 的一个基础 我想大家也都看到就是说 昨天的就职演说 是得到很多国际上的肯定跟支持的 这个我这个 有没有时间我可以讲 讲两句话一下 本来这个问题没有提到 我也就算了 我现在明白的告诉大家一个危机 这个危机是什么 这一篇是经过美国看过的文章 这个大家的共识 那换言之 赖青的怎么讲不重要 显然美国已经把一个态度表现出来了 这个态度是什么 我不支持台独的底线已经出现 就只要不喊出台独不自宪 不建国有没有 就不叫台独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整个台湾变成了美国 跟中国大陆的博弈的最大的筹码 往前拉了 也就以前我常常讲 被拴着果链的那个果 现在把果链放长一点去了 这个时候奥奥咬下去的结果 台海会变成 会不会变成会腾的台海 不要自己讲自己对 这边是因为 这边是相似的 有意义的